國土署今天也審查高雄機場相關變更案 已經配合鐵路地下化搬遷的高雄機場 原本位於鳳山區的三十一 公頃救廠區 市府推動變更為住宅區 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 以及道路用地 當地里長 有人是希望不要破壞完整綠地 有里長是幾乎盡快開發 帶動地方經濟 前方就是臺鐵高雄機場 救廠區 從空拍畫面可見 有茂密的樹木 由於高雄機場配合鐵路地下化 已經搬遷 這片土地將進行都市計畫變更 改住宅 道路與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 但民間團體表示 當地有九公頃森林 好好留下來 將成為新的松煙華山 但市府的規劃卻背道而馳 大切八塊 他把森林跟文史的場區的所在位置 全部大規模都變成建地 有962棵樹 民間團體帶來當地十位里長希望森林原地保留做公園的意見 下午案件在內政部國土署進行小組審查 也有里長北上表達里民心聲 我來自鳳山區的里長則批評反對者憑什麼代表當地心聲 他也在會議上指出當地辦活動完全沒空間 很期待都市計畫變更也帶動地方的經濟 專案小組提出建議將韓請高市府回覆並修正內容再提大會討論 高雄市都發局強調案件歷時十年 近兩年也召開多場說明會 已將民眾需求納入規劃 目前規劃綠地空間達5.82公頃 並澄清絕無犧牲大量樹木 針對民眾期盼的社區活動空間 也將把機場內文康中心做再利用 記者 林警媒 彭耀祖 邱福財 台北報導